美国政府周二向世贸组织投诉,指控中国违反世贸组织2013年的裁定,继续对于从美国进口的鸡肉征收高关税,要求中国向美国鸡肉开放市场,特别是在亚洲受到欢迎的鸡转,否则可能会面临美国的贸易制裁。 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,美国去年仅向中国出口了680万公斤的鸡肉,火鸡肉和鸡蛋。